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賞以外收看今天這個雲林新聞 為了提新管來的臨文交通健診 立委口誤金五好仔戲邀請郭特殊副書長有夢想 到大米國中東南建國三樓以及東六民地民生南路口等所在會寒 聽出地方提出的人行都改善以及學校同學部都 向我嚴信臨死的總經費超過1.1億的計位 副書長有回憶之後要申請你支持 就是說這個比較危險的地方我們改善 大米鄉長林松佈以及鄉民代表上人 在立委口誤金的培凍之下 向郭特殊副書長說明他們的臨行都改善價位 為提新管來的臨文交通建設 立委口誤金五好早邀請郭特殊副書長余望勝 來到雲林回憶 聽出地方提出的價位 要來協助進出經費 大米鄉林松佈說明 因為他們鄉來現在運動風氣真央 除了學生上學還會走 附近基民也很加意在人行都來散步 所以除了改善年過四周的部分 他們希望可以用市區外圍的部落 繼續副副部落 方便更多鄉民來修容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到三天 今天提這個案 最主要呢 讓我們是把那個連車分道 讓我們的學童 還有我們的鄉親要運動的話 有一個安全有保障的一個連行步道這樣 另外一邊到南鄉公所營運這幾年 頂上人口增加 外觀到附近的面子增加 帶動建國三樓的使用率 拿出要來改善這條樓 以及路邊的任行度的價位 歡迎管副館長 寫秀阿西基台 透過這個價位 可以讓到南的人本交通再升級 這次感謝我們須選委員 可以帶來政府 我們余副署長 也很爽快來答應 希望政府經典的經費 來為我們的導覽外觀 打造一個更好的人型環境 這些步道這些空間 應該是要還給我們行人 那最重要我們就很期待 透過陡南這樣子的一個人型 空間步道還有通學步道 整個整頓完了之後 讓行人他們有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所以我們很期待透過這樣子 陡南可以升級 庫屋金標示 現在交通降伏很多種 道路上的危險也來增加 他因為接到未祝民眾 以及工作人員 才會邀請國徒書來回看 除了大米幾島南以外 另外也有島嵐民地 民生南路口 到外觀都的人型空間改善 和在南國秀州 並於通行步道 驚信價位兩岸 國徒書副署長 聽了四個提案後 是現場成立的支持 我想今天很高興 能夠來到這邊 那針對地方上的需求 我想不管是行政院 跟國土署這邊 一向都很重視 那我們會盡量來支持這個計畫 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 我們希望是一個全面性 整體性的規劃 然後把這些事情 能夠做到最好 今天邀請到我們國土署的余副署長 特別來教我們雲林 希望針對這些需要改善的人型的安全的一個空間 能夠提供雲林縣最大的一個協助 副署長也大概都已經允諾 會針對這幾個提案來給我們最大的協助